手作时间 今天我们要用布织布来做一只鞍鱼呢 赶快来看看要准备哪些材料吧 开始前记得先列印出素材档案 我们先把列印下来的素材沿着黑边一个一个剪下来 素材剪好之后 就要开始剪下对应大小的布织布哦 先用无痕胶带把它们固定住 然后我们用剪刀再一次沿着图案剪下来 小朋友使用剪刀的时候要小心一点哦 要记得每个素材都要剪下对的数量哦 好,我们把素材和用具都准备好了 先把鞍鱼的身体上下粘好吧 拿出保丽笼胶涂涂涂涂 每个部分都均匀涂上哦 我们要来把身体的部位一个个对齐粘好 第一个先把鞍鱼的肚子放上来 沿着身体的边缘贴齐 然后是鞍鱼的翅膀 我们先用保丽笼胶在翅膀上做出一些线条 接着把黑色的毛线沿着保丽笼胶贴上来 依照它的距离才切好 再修饰一下就行咯 现在换两只可爱的脚丫子 它们也是要上下粘贴好 找到适合的位置 把两只脚贴进安全身体的夹村里 把刚刚做的安全翅膀 用保丽笼胶粘在身体上 再来贴上它的嘴巴和眼睛 安纯的眼珠 我们用黑色签字笔帮它画上 然后是它脖子上的装饰 把三个倒三角形贴上来 最后在翅膀的外围 涂上保丽笼胶 我们一样使用黑色毛线 沿着保丽笼胶的地方贴好 都贴好了以后 就可以用剪刀剪断毛线 耶 我们就完成今天的手作安纯了 小朋友们可以按照以上的步骤 一起动手做做看今天的手作哦 希望小朋友们今天都有美好的收获 我们下一次再见咯